嗨,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漢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台灣車友的投稿 他寄來的影片是大魯閣的 新賽道,我們來一起看吧 像這個攝影機放的位置 因為他開的是出租車 沒辦法架在固定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架在下巴應該算是一個最好的 給我看的方式 不然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架固定的是最好的 架固定是最好的 但是架在下巴已經是出租車之後 我覺得是最好的選擇 那這個車友我在比賽的時候也有遇過他 上次在西湖比賽的時候 我就是認出他手上這個迷彩 那一天就是這樣 我就說你是不是有進行影片來 OK 滿有趣的 從事這運動還滿好的 都會認識很多 朋友 因為第一圈而已 就 不要 過多的解釋 因為輪胎都還沒熱起來 對不對 OK 好 現在應該算正式的 你有沒有發現他從中線壓過去1號彎 我覺得這個選擇是正確的 OK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我看過這個車友的體重 好 不好意思 對 因為體重可能稍微比較 就是高一點點 多一點點 所以他車子會稍微比較穩一點點 所以他的抓地力也會一般人好一點點 所以他走的路線 可能會比體重輕的人走的路線會 不太一樣 因為你體重重了 你抓地力比較好 但是你彎數比較慢 那你可以 不要走那麼大的圈 走那麼大的回轉半徑 OK 那如果是體重比較輕的 你可能比較大的回轉半徑就 可能比較適合你 但是這個大跟小就一點點的差別而已 OK 然後再來他剛剛又過1號彎 你有沒有發現他過1號彎完 你會反打 其實你可以注意一個訊號 你拋進去一個高速彎的時候 你如果過去以後 又反打 好 代表你這個速度是快的 是OK的 但是如果到反打到很多 就是你已經過一個高速又彎 你又反打到很多 代表那過去的速度太快 因為你變成這樣打對不對 然後你這個屁股可能跑太快了 你才需要去反打 去救他 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可以做到 就是很快的速度進去 然後反打又一點點 好像要快反打 不反打這樣子 欸 我覺得這個彎數就是OK的 當然這跟他 收方向盤的速度也很有關係 因為你看 又來了 又來1號彎了 來 轉 欸 你看 他這一次 我正想誇他而已 他就失誤了 因為 如果你方向盤收得越快 你搞不好就越不用反打 了解 因為你有可能 你打很多 有可能是他實際上已經進去了 但是因為你的方向盤來不及回正 所以他屁股多跑了一點 你才反打的 所以要造成這種東西 他可能都不是唯一一種原因 這樣了解 那因為你自己在車上的嘛 你自己要去感受 他到底是哪一種原因造成的 到底是 我回方向盤太慢造成的 還是我彎數過快造成的 這個你都要去判斷 那這個當然就是 藉由就是不斷的開車 你就會越來越去熟悉這些東西 了解 因為一定是要練習的 你看 老師 我開這個車應該也開了四年 左右 四年左右 那 他真的是 要一直體感下去累積 但是我覺得是不會到很難的 你看老師43歲 老師都學起來了 你們應該 更可以啦 好嗎 因為你們應該都比老師年輕吧 對不對 你們應該更有可為 知道意思嗎 你們應該更可以做到 所以要有信心 但是要 固定時間去練習 就是 要固定的練習量 他才會慢慢去累積 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我才講說就是 像你北部你就可以去大魯閣 對不對 然後 或是 中南部你就可以去西湖K1 你去這種車廠 就看可不可以買那種 一次大量的票 買個那種 很多 慢慢用 然後一張 一張便比較便宜這樣子 OK 這樣去 固定一直去練習 一直去練習 你的體感才會慢慢的累積啊 當然就是 透過人家指導會更快 像你們這樣寄給老師看 我覺得真的是已經幸福很多了 我開了四年 假設以四年的車來講 我也是最近半年才有人家 就是很持續穩定的交 了解 OK 不然前面都是自己瞎摸 知道意思嗎 或是偶爾請教練指導 就這樣子而已 這個 如果再讓我重新規劃一次我的 賽車學習歷程 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老師當太久了 學習歷程都講出來了 我 我 我不會自己這樣慢慢死練 喔 他現在旁邊有一台車 旁邊 這台車的這個人 很明顯該比他輕 因為你看他車子就是 一直彈一直彈一直彈出去 尤其在直線的時候有沒有 就會稍微拉遠一點 有沒有 是不是 這會蠻明顯 OK 所以如果再讓我重新規劃一次 我應該不會這樣規劃 因為我覺得去學是最快的 你去學是最快的 不要自己在那邊死開 因為有時候死開你不知道對 不知道錯 那真的是很浪費時間的事情 像老師剛剛就跟你講了 就是你拋進去一個彎的時候 你就想 如果你速度快到會快要反打 那你就要想他到底是速度太快反打 到底是很接近極限的 這個車友反應還不錯 你看 像剛剛那種都很像是 把那個車子直接定住 然後在彎音踩過的話 就直接 就這樣子 OK 這老師講的 煞車真的是要 學習的 包括我們在比賽 有些新手在 賽道上的時候 連參加比賽的新手也都會這樣 那真的是很危險的事情 好嗎 好 老師想講的就是這樣 就是 去學 去請教 他會縮短你的時間 然後也會縮短你花費的金錢 這個非常重要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講這個車友 就是 他剛剛啊 在走那個 現在是 大直線 好就是大直線 我已經不知道他縮短了 因為他那個彎已經改了 好就是那個大直線 現在還沒到 現在還沒到 他現在在最後一個彎了 你看他最後一個彎這個都算有一點點失誤 因為你在彎數越低的時候 反彈 他反而造成的阻力會越大 你的引擎轉移會掉越多 OK 所以你看他現在進入這個大直線 好 這個大直線呢 其實他不用貼到 你看他貼到最左邊走 有沒有 因為他這個大直線 賽道看起來像一個 七字型 對不對 這樣七字型 OK 但實際上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條直線下去走 這個就是很細微的差別 因為你省這一點點路就會省一點點時間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這個車友就是 感覺握方向盤好像有點太用力 OK 因為握方向盤 要有點用力 又不會太用力 好他被揮起了 他要回來了 好嗎 記住老師今天講的 好嗎 你拋進去這個彎的時候 拋進去以後 我要反打 這個到底是 速度太快 反打 或是這個速度是不是試恰的 還是說你回方向盤的速度太慢 這個你都要注意 好嗎 OK 最後一圈太push了 他可能是後面有車 好 看後面那個又把它超過去 OK 好嗎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那就這樣子了 OK 拜拜